两名穿着粗麻衣道的男子 挖开了眼前这座新坟 他们眼睛直勾勾盯着土坑里的白旗棺木 邪门了 拴子哥 你不是说这里新下葬的是孕妇吗 不应该是白棺啊 莫不是我们挖错坟了 是啊 未婚男女才会用白棺 如果这里头真是那个失足摔死的孕妇 那他 啥 还未出嫁 那不是要被进猪笼 咋还有人给他收敛下葬 你问我 我哪知道 我又不是他爹 赶紧下来 一起撬开棺盖 拿了值钱的东西早点离开 按照民间习俗 棺材的颜色还分为红黑黄金四种 寿中正寝的老人是喜丧 所以用的是宏官 恨此之人用黑棺 因为黑鼠玄水能震煞 贫穷人家拿草系果实 而恰好是黄色所以为皇官 金棺自然就是身份尊贵的王侯贵族 陈皮 你倒是使劲啊 就在此时 一股寒风袭来 三根蜡烛随即熄灭 拴子哥 这女子肚子平平 不像是有身孕的样子 不过在她脖子上却有一圈黑色缝线 突然 一只牵牵玉手从棺材里探了出来 死死地抓住陈皮的手臂 深山老林里的另一侧 雷声滚滚 山中狂风大作 黑压压的山林 被狂风压得剧烈摇晃 一道闪电 滑破长空 眼前赫然出现一座荒废很久的野寺庙 她的房梁设计很奇怪 中间低 两头高 看起来异常滚异 哈哈天雷滚滚 都劈不死我静安 一定是因为我过人的人品 静安是个穿越者 她穿越到这个深山老林已有树人 破庙 先过去避避雨再说 这是个什么地方 既然连一个通风的窗户都没有 只有一个门 卧槽 小兄弟 你是来这里避雨的吗 是 是啊 这人走路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小宝别乱跑 倒爹着来 小兄弟别怕 我叫王铁根 这是我儿子小宝 我们是进山砍柴的 过来烤烤火吧 看你都湿透了 就想我不过去 这期间我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 此时一道闪电滑波天际 把野寺庙染得惨白 同时也照亮了野寺庙里 供奉着的一座女子泥塑像 或许是荒废太久的关系 泥塑像的头颅已不翼而飞 也不知这座无头野寺庙 原本供奉的是谁 小兄弟你要不要来张饼子 不 这泥像看起来比那对父子 还让人难受 明明没有头 却总觉得一道色眯眯的眼神 注视着我 看久了 居然有点犯困 小宝你去哪 爹我去窝尿 这是那个小孩 不行我不能睡 哥哥我好痛 那你像在吃我 我快要被吃光了 哥哥你快逃命 快逃命 我睡着了 刚才是做梦 小宝你快出来 可别吓唬爹啊 小兄弟你看见我儿小宝了吗 他不见了 王叔怎么回事 我记得王小宝 不是出去窝尿吗 他一直没有回来吗 这是怨我 不知为什么我今天睡得很死 刚才还梦见霓像在吃它 吃到它就剩下一口气 叫我赶快逃命 醒来小宝就不见了 神 什么 你也梦见了 静安所在的那个时代不幸鬼神 他深吸一口气 大着胆子 抄起王铁 跟放在地上的砍柴刀 冲至无头霓塑像前 就是一削塔 这肚子里装的是小宝 儿啦 你死得好惨啊 这 这是王铁根的尸体 这腐烂程度 起码死了 有十天半个月 那眼前这位是 一只手掌 从背后黑暗处伸出 整个人被悄然无声地 带出了这间恐怖隐私庙 谁 邪东西最喜欢八字清 属相小的人 你没死在这喇叭梦的棺材庙里 当是你八字命影 道是 活的 多 多谢道长救命之恩 不必谢我 就算没有频道 你一样可以逢凶化吉 道长 您刚才为什么说 那座野寺庙 是间棺材庙 而且您口中的喇叭梦 又是指什么 你刚刚所在的寺庙 有门没窗 房梁两头高 中间矮 是不是很像一口棺材 外墙又黑石建造 像不像口黑棺 我想回家 寺庙四周的高山 上窄下宽 将寺庙压在盆地里 终日不见阳光 这就是喇叭梦 又叫巨阴之地 当初修建这座寺庙的修庙之人 定是寻山脉定阴宅的修道高人 道 道长 这人为何如此啊 本就是个巨阴之地 底下修个棺材庙 也不知是什么仇怨 能让当年 修庙人这么兴师动作 只怕是过不了几年 道 道长 不用几年了 这 这庙里的迷向 头颅已经不见了 切记 日后 你小心脖子有疤的女人 碰到了尽量远离 古代女人远一样 会换头书的嘛 你拜个痴人寺庙干嘛 现在回想 这对父子虽然诡异 但也不曾想过 害我性命 数次把我从睡梦中叫醒 提醒我寺庙里有鬼 叫我赶紧跑 所以我这一拜 是他们 好人 不开在此地 小兄弟 赶紧离开吧 道 道长 他毁我了 将来我定要再反此地 为他们收敛尸骨 不用做孤魂野鬼 静安转头 哪还有道士 只有一具气势荒野的遗体 他双手结印 仿佛在镇压着眼前 这座棺材庙 我他妈死了 那刚才跟我说话 是谁 此地不宜久留 先跑为敬 有牛车 大叔 你去哪 能否烧上我啊 这都 都是什么事 昌县城内 一个叫徐姬的茶楼 门口站满了人 台上一位说书先生 唯唯道来 话说 咱们昌县内出了一个奇案 叫雷公批尸案 这前几日 上攀村的李财良 刚干完农活准备回家 谁知这青天白日 竟落下一道炸雷 将他批死当场 这乡亲父老健壮 猜他定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才会遭天遣 这纷纷啊 要把他娘子和孩子都赶出上攀村 还扬言要烧了他的房子 就在此时 且慢 此事绝非天灾 而是有人蓄意谋害 乡亲们随我来 你们看 这周边的树 地上这大坑 分明是被火药炸的 哪有什么天雷 火药 这在扛宁国死伤火药 可是要撒偷的 是啊 全村都会被连累坐牢 你小子在胡言万语 咱们知县大人知道后啊 根据晋安公子的线索 连夜排查 找到了饭室的李大山 大胆狂徒 还不从事招来 火药哪来的 我 我就是想霸占他的媳妇 这火药也是王大力给的 本以为是天灾 没成想缺是谋杀 又牵扯出了火药案 而晋安公子 破获火药案有功 攒之县大人 让商骨香身 筹出三百两文银 当面全数交到晋安公子手里 老夫有幸见过一面 那公子啊 高八尺 宽八尺 哦 晋安公子 说出先生说的是你嘛 高八尺 宽八尺 那是个什么东西 这不是表示公子 你神勇吗 多少富家千金 都想和你同游 清明庙会呢 清明庙会 对呀 公子有所不知 庙会那天 本五庙会开放 里面有一棵千年老树 光是先知商记载 就有千年了 这可是他穿越后 碰到的第一个古人圣会 这棵大树 也让晋安产生浓厚的兴趣 好 多谢你的告知 虚实一更二点 天干污燥 小心火烛 古人夜生活少 一更三点 就开始施行宵禁 禁止百姓上街活动 除了丧葬 生子 疾病等 静安刚好一更二点 回到客栈 姑妈不要揍我啊 我就拿着看看 孩子 没事吧 大哥哥 我姑妈要揍我 公子海望见谅 孩子胡闹冲撞了公子 没事没事 这股兄妹子看起来 确实不好惹啊 这个玉碟 你看看没有摔坏吧 公子无碍 不是什么贵重物品 说起这个 这道人半个月未见了 这东西就是他包袱里的 姐姐 那道士定是没钱跑路了 他后院还为着投山羊 给他烂菜 叶野草都不吃 只吃红萝卜和花生 我回去给他宰了 做羊肉 火锅回点本钱 道士 姑娘且慢 那道人是不是 身穿黄色道袍 脚下一双 青白色石方鞋 正是 公子怎么知道 这位高人 即便死后 依旧不忘了救人 看看他的遗物里面 有没有遗言 书信什么的 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 掌柜 有关那道士 所留物品 包括后院那头山羊 我买下来吧 那位道士所欠的钱 都有我来赔付 静安现在也算是小阔绰 不差钱 县里富商筹集的三百万文银 相当于现在的五十多个 武藏秘传经 难道是武藏养鬼法 钟馗一脉吗 还有一封书信 武藏道友 你我一别已有三年 甚是挂念 这武藏道人 应该就是他的称赖吧 这位武藏道人 半个月前进山 无意撞见棺材寺庙 谁知道 允在了荒山 只剩下了客栈里的这些遗物 武藏十六年 终寻到聚宝盆的线索 武在昌县 一屋檐下 挂一只灵档为信 今后倒有共谋大事 聚宝盆 这玩意儿不就是个 无限刷钱修改器吗 不管了 这事道如此诡异 我得先活下去啊 或许我可以修炼试试 静安两腿盘坐 开始打坐土骂 口鼻开始有五色云雾吞吐 一日清晨 走走逛逛 静安寻找着有没有哪户人家 屋檐下是挂着铜铃档的 这传说中的聚宝盆 到底长啥样 会不会和小二说的 千年古术有关啊 盆 术 难道是盆栽 儿媳啊 你死得好惨啊 我听说这姑娘在河边洗衣服 不知怎么就掉河里了 这该不会是水鬼索命吧 静安忍不住好奇心凑了过去 只见一张竹床上 放着一具女子尸体 这女子有问题 静安公子可是有什么话要说 静安公子 她就是上司破获其案的人 这位差官 我的确有些猜想 可否让我检查此女尸体 公子请便 这女子恐怕不是溺水 而是谋杀 在场的纵人都震惊了 纷纷看向她 此女腹胀如骨 口唇清紫 腹肿 头发倒树 确为溺死 但我还有些疑问 不知这位可否解答一下 神 什么 人在落水后会拼命挣扎 所以衣服口鼻都会进入泥沙 是啊 她身上确实很干净啊 因为她是死后被抛尸河中 你 你休要胡说 如果她是淹死的 那她死在井里 和死在河里有什么分别 呵呵 我和石说过 她是死在井里的 你们三个跟我走一趟吧 修炼了道家之术的静安 在冥冥之中 竟产生大道感应 她顿时明目 你替李财良喜悦 获得一百英德 你替杨仙喜悦 获得一百英德 这是天道英德加真 就在静安看到英德的刹那 赤风物 公子 静安公子 这两位是女子的父母 来感谢你们 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练功小游所成了 感谢静安公子为我女儿申冤 人间不得静安公子 阴间万古如长夜啊 好生猛的台词 老人家客气了 请接哀 老板来两个包子 好嘞姑娘 一共两碗 姑娘我来 静安公子 有事相求 还未请教姑娘方明 张凌云 这五脏密传经 修行速度太慢 我得先学一些保命的手段 凌云姑娘可知 哪里能买到五公秘笈 静安公子 你已过了习武的年纪 今后很难再有高的成就 不过我这里有一本血刀经 应该适合你 多谢凌云姑娘 这盒胭脂送给你就当谢礼吧 一盒胭脂 换本秘笈 机智如我 静安回到客栈 开始闭门研究 先试了是白天脑袋里 响起的那个大道之音 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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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安认真想了想 名神看向桌上的牛鞭 赤锋 这次药效开光强化了 赤锋 放在帝王之岛 那就是能赤命 文武百官爵位的帝王术 放在道教 那就是风神之术 日月 天地 山川 金怪 一切皆可风神 赤锋药剂 消耗了一百英德 目前英德数一百五十八 不知火物 有没有效果 还是算了 现在地主加鱼粮 也没多少啊 不过你可以来试试药效 这次则怕是有百年火候了 一百英德 赤锋出百年药材嘛 羊羊该吃药了 山羊舔完药汤后 约莫等了半克时间左右 药效这么强的吗 如果把这药卖给 有特殊需求的人 岂不是发财了 而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静安除了苦练 血刀精 也尝试免费接济县城里的乞丐 可刻意去积英德 却连英德的毛都没见到 听说了吗 林少爷阴气入体 有位道人说 他娘子的坟被人占了 你说哪个孕妇 是啊 出了一口白棺 准备要抬棺呢 咱们也去看看热闹 走走 昌县北坡 平日没什么人的这块坟岗 今日却是格外热闹 陈道长 这里聚集了这么多不相干的人 会不会干扰到等下起棺 要不要把这些人都赶走 不用 人越多越好 人多了 阳气重 更方便我们起棺 我们一切都听陈道长的 老道 我刚才勘语过周围风水 对着你王七坟地的西南角 有一座断头山 你马上派人去那座断头山看看 定能找到你王七的尸骨 你们几个赶紧去看看 五十三刻已到 正是阳气最盛 阴气最弱的时候 听我号令 马上起棺 熊之应诛曲 走你 鼠龙的鼠虎的 准备下坟 抬棺 奇怪了 这棺材好沉了 陈道长 这会不会是棺材里的那位 不想走 陈道长点燃三根线香 将他插入棺盖缝隙里面 等香燃了五分之一之后 起 几名大汉一起合力 总算让白棺抬离坟坑 先抬下山 等老道超路着白棺里的苦主 再寻快风水保地 好生安葬 于是几名身强力壮的大汉 憋得满脑门直冒热汗 咬牙吃力抬着一口白棺下山 老道是大惊 只见插在白棺缝里的三根线香 此时烧出了两根短 一根长 人最怕三长两短 想醉计两短一长 不好 赶快把白棺重新抬回墓地里 这口白棺里葬的人太凶了 即便连白天阳气最重时 也压不住此时 那该怎么办 总不能让他一直侵着我妻子的坟坑吧 看来只能卑尸了 卑尸 正是 现在没办法短时间内找来卑尸匠 只能找命格足够硬的人 这样才能震得住这白棺里的凶主 接着 陈道长走到围观群众面前 开始掐指寻找起来 真是前不见古人之相 奇灾怪灾 老灯 你算个什么东西 休得放肆 你凭什么骂人 不是 我是说老道 算什么 小兄弟 可否借一步说话 老道有事相求 老道 要我卑尸 休想 既然小兄弟不愿 老道我也不强人所难 能否跟林家人一起抬棺 当一回龙头 功德无量啊 功德无量 好 这棺材真是奇怪了 这次抬棺居然变轻了许多 这口白棺上怎么有 墨斗弹线 是道长你弹的 并非老道所为 这也不是道家惯用的朱砂 而是佛门高僧作画后的金身 这金漆该不会就是金身骨灰吧 道长你看 这棺材盖板的墨斗弹线 都齐齐断裂了 这棺材是你们开棺过 林家人挖出棺材时 就一发现 老道在重新捆一遍朱砂墨斗线 我怎么突然有种 上了贼船的感觉啊 这又是佛门高僧 出手封关 又是纠战雀草 别人家的坟地 又是棺材盖 被人启关过 我他妈 小兄弟 可否站在白棺另一头 帮老道 我拖住墨斗 好 这口白棺 接下来该怎么处理 丈良昌县山水心斗 看看这口白棺 具体究竟来自哪里 物归原主 惊许对方是来自其他郡府呢 若正是如此 就在昌县 挑快风水好地 好生下葬白棺里的那位苦主 谈好墨县 再接下来 就没静安什么事了 随即也离开了林露家 夜里骇时 林露睡得昏昏沉沉间 好像听到了一些什么动静 黑暗中 一阵熙熙索索摸索 林露重新点燃了油灯 汤兄带着好几位族亲 守着摆在我家院子里的那口白棺 按理说 应该会是滑船喝酒 很吵闹才对 怎么会这么安静 林露越想越觉得自己的猜想没错 那木头咯咯咯声音 越听越像是从院子里传来的 此时深夜周围平静 大晚上声音越听越甚的慌 为什么守夜的堂兄他们几人 连一声动静都没有 而且陈道长也在守夜才对啊 他目光看向窗外飞气气一片 摆着棺材的院子里 一想还在继续着 他悄悄走至窗台 打算偷偷推开一条窗户缝隙 木头落地的沉实声音 在平静夜色下 顿时如针尖刺破耳膜般刺耳 朦胧夜月下 院子里的那口白棺 竟被人打开了一半 就在这时 静安公子 不好了 出事了 找我何事 你刚才说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静安公子 昨晚 林露甲负责守夜的参道长 以及其他四五人 全都气刀八败地混倒在院子里 那口白棺的灌溉 竟被人推开了一半 就连林露也被瞎晕了 行后 就一直大叫大叫 歧视了 歧视了 结果 再是邪门了 棺材离的屎提 并没有自个儿跑出来 人一直好短短堂子呢 静安闻言 大吃一惊 想不到昨晚竟发生了这么多事 那这是后来呢 不知 我也是听说的 只知道这么多 静安点点头 给了一些赏钱 便快步地走向林露驾 老道 发生什么事了 老道我怀疑 昨晚 有人在我们饭菜里下药 迷晕了我们几人 应该有人想要偷师 偷师 你们是被迷晕的 是的 且我怀疑下药的 就是林家的几位婶婶 只不过 没人承认 他们看起来也不像在说谎 老道我就觉得吧 这是或许不是活人做的 你是说他们中有人 被不干净的东西 附了身 而自己却完全不知情吗 所以 我让林家的人 领着几位婶婶 进礼物检查身体 人只要被脏东西附身过 都会留下些特殊特征 就在谈话之际 一直紧闭的屋门 走出一名女眷 双手紧紧捂着胸前 稍显凌乱衣服 不用问 此次验身已经有结果了 这位女施主 昨天抬关后 在身边可又发生过什么怪事 或是接触过什么陌生人 昨晚林露的小婶婶 的确是碰到了一陌生男子 那人叫陈皮 也就是开头的那个盗墨贼之一